我從來都不喝可口可樂 要喝這個百事可樂 它被我稱為近百年來的 可樂界的天花瓣 它有一個特別的背包 所以你看它的瓣 多麼綿密 喝下去跟可口可樂完全不同 你別嫌它貴 一輩子無論如何都要喝一次 究竟什麼是生可樂 源自於中國版抖音的頻道 夏老實 它的用詞極度誇張 誇眾取寵 代表作有一個月來三次大姨媽 我從來不喝汽水 從來不吃早餐 從來不喝水 最頂印的就是隔幾條片之後 就會有它喝汽水 吃早餐 喝水的大貨片 會這樣做 無非是想觀眾繼續留在看完影片 尤其是在抖音中 大貨這個文化 你又大貨我又大貨 怎樣可以令自己的大貨片變得獨一無二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方法 而它就選用了一個極為誇張的手法 通過誇張的手法 就可以令觀眾對這件產品產生好奇心 從而去買來嘗試一下 而在這次的生可樂商品宣傳上 它證明了這個宣傳手法是可行 還令到所有不懂廣東話的人 都變得懂得聽廣東話 相信大家都很想知道 究竟生可樂喝下去是什麼味道 所以今天我就... 喂! 就是這個日本的生可樂 其實它跟普通的白氏可樂有什麼分別呢 根據官方說 就是那些泡更加密 喝下去更加爽 但很認真地回答你 我平時是喝開這款的 我對這個我覺得它不好喝 另外通常不知道為什麼 在街上見到都是無糖版 無糖又是難喝到瘋 香港和大陸 可能買這個生可樂會特別貴 但其實在日本兩隻是一樣價 這支我在Family Mark買 是130日圓 然後這個超市是88日圓 即是這邊比這支更便宜 在我記憶中這支真的不好喝 今天試一次看看是否真的不好喝 你說它的泡是否特別密 其實跟普通的可樂是沒有分別的 剛剛你也看到我倒這支白氏的時候 其實泡是差不多的 我現在準備賓州發光 各位飲性 我馬上喝到這邊試試 不知不就加冰問題 為了這個實驗的準確性 OK 我略略叫做喝得出的分別 就是左邊的氣真的多很多 基本上你進口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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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 但是這邊普通你還喝得出是真的喝東西 這邊我完全覺得你是像喝一堆泡 可能各人喜好我真的對這邊是不大興趣 我還是喜歡這個普通白氏多一些 另外,有些人經常說日本的可口可樂比較好喝 但我完全不覺得 今天又破例來喝可口可樂 認真的,平時我真的不喝可樂 我一喝,我真的喝百事 大家小學的常識課學過都知道 可口可樂用來洗廁所 百事才拿來喝 其實本身想買夏老實有帶貨的 那種子彈頭可樂 但我找不到哪裏可以買 所以買了這隻普通勢館回來了 不,泡真的比較少 那倒是對的 你看,泡多綿密 這樣又試試喝 可口可樂的味道我真的受不了,很難喝 不懂說,我覺得那種味道很苦 我平時真的不喝可樂 有得選擇,我一定會選擇百事 不行,要晚一點才喝 這次的試飲生可樂就是這麼多 其實我覺得這個真的不是很特別 我喝完現在覺得 我還是買回這隻普通就算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想試一下 便宜的話就可以買得過 但如果太貴就千萬不要買了 不值這個價錢,它跟普通可樂一樣 汽水就喝完了,其實我覺得因為這支汽水本身都不是很特別 如果你說要Hard Sale引人買,其實都很難著手 如果你說單以汽水的那條片來說 它是不是很誇張呢?我又不覺得 要更誇張的大友人在 有些會扮哭賣慘 有些會一邊唱歌一邊大貨 還有一些會噴水的番茄 之後就說到為何生可樂會跟賓州扯上關係 就是抖音家的新功能可以按鈕就是錄語音 有些我懷疑是廣東的抖音用戶錄了一些語音 哇,這個夏老闆是賓州婆 這個字聽是聽過,但從來沒聽過人家用 意思是說他是男人婆 再加上夏老闆這個極為誇張的大貨手法 有幾個在下面就說自己喝完之後賓州發光 又說賓州式旋轉,現在飛了上去下不回來 本來夏老闆遇到這些留言 都是橙留言,又或者是山的留言區 之後還潛水潛了幾天 但想不到近日竟然抱頭上來,是接受了這件事 我自己會覺得他的EQ真的很高 比起如果我是他,可能真的摺疾了頻道 他就著草走人算了 尤其你想想,現在出街都會被人拍照、偷拍 走出街看著你、看著你 感覺其實很不舒服 有人說他是為錢,所以沒辦法,都要抱頭上水 這樣就不一樣 你看我們香港的代表,個個都潛水著草了 另外,大家都知道廣東話在大陸地區 其實不是每個人都聽得懂 有網友去了白市的官方直播中問主持有沒有賓州 我有沒有賓州?我沒有賓州啊哥 我都沒見過賓州是甚麼東西 你問我有沒有賓州?我肯定沒有啊 另外我覺得非常奇怪 之前聽過大陸想封殺廣東話 說Bilibili和抖音 是用廣東話的頻道都會被人禁 但為何現在這個頻道又沒事 而在下面錄音留言,用廣東話去說都不會被人禁止 會不會有比較熟悉這方面的朋友可以解答這個問題呢? 好了,這條影片就這麼多了 我也是時候看看我賓州有沒有發光 還沒訂閱,還沒按鈕,還沒按鈕 我待會我們下支影片 有緣再見,拜拜! 喂!喝完山河了,我賓州真的發光啊! 喝完山河,我賓州真的發光! 太多了,我很喜歡